红墙微妆园外,克莱恩提着手杖,走下了马车,望着门口站岗的红制服士兵,他闭了闭眼睛,让自己保持平静。 既然那个疑似008的封印物一直在制造巧合,阻止戴蓝宝石戒指的女人和我见面,那么,今天也不会例外,不用太担心碰上她。 只要能依靠表演骗过埃德萨克王子,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,克莱恩思绪沉淀,迈步走向了庄园入口。 上交枪带和左轮后,通过搜查的踏在南普的引领下,穿过铺着灰色石板的道路,绕过喷洒着清澈泉水的池子,进入主屋,来到二楼,抵达按照布局应该是日晒屋的房间外面。 这个过程里,克莱恩始终提着一颗心,害怕遇到意外,害怕局势往最坏最恶劣的方向发展。 咚咚咚,轻敲房门后,南普凑到门板前,压低嗓音道,莫里压低侦探道了。 安静了足足十几秒,房间内才有厚实的声音传出,王子殿下请他进来。 伴随这句话的是,枝亚打开的房门,温暖的感觉往外散意,比走廊至上更剩少许。 在两位高大护卫的注视下,克莱恩踏上了有花纹的暖黄色后软地毯。 他向前走了几步,绕过隔断里侧和外侧的博物柜,看见埃德萨克王子坐在落地窗旁,享受着贝克兰德冬日少见的太阳。 那张让人感觉亲切且印象深刻的圆润脸庞未带丝毫笑意,自然地营造出了严肃沉宁的气氛。 因为典雅壁炉和金属管道的共同作用,房间比春末还要温暖, 埃德萨克王子没穿外套,上半身紧着袖口如花朵般绽放的白色衬衣和浅黄色的马甲,附带的绣钉、领针、徽章等事物不算显眼,却足够昂贵。 看到这一幕,克莱恩反倒暗中松了一口气,因为戴蓝宝石戒指的女郎没有陪伴在王子的身旁。 于是,她赶紧上前,行了一礼,埃德萨克手里端着杯冒热气的红茶,并为请克莱恩坐下。 她维持着刚才的表情,沉声问道,调查有结果了吗? 没有,我的占卜,我的通灵,我的走访,我的探查都告诉我,塔利姆是突发心脏疾病去世。 克莱恩表情沉痛中带着明显自责的回应,无论哪一方面,我都太过弱小,王子殿下,你应该请更强大更厉害的帮手。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,她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。 这个瞬间,埃德萨克似乎才看清楚夏洛克,莫里亚蒂侦探的脸旁,只觉对方比之前老了好几岁,像是许久没能安然入眠。 这不是她的错觉,因为克莱恩出门前,就利用无蔑人的能力微调了脸部状态,让皮肤看起来干涩没有光泽,让不在整体内的杂乱胡须星星点点冒出,让眼带更大更黑更加明显。 埃德萨克沉默一阵,放下手中向着金线的白色慈悲道,我知道了,果然还是太勉强了。 我会让人接手后续的,拧你一份调查报告出来,不要有遗漏。 好的,克莱恩在心里握了握拳头,迅速从衣兜里拿出了一叠折好的纸张。 尊敬的王子殿下,您不需要等待,我一直都有书面记录的习惯。 吩咐侍从拿过调查报告,埃德萨克王子随手翻了翻,放置一边道, 你还有别的事情吗?没有了,王子殿下,请允许我提出告辞。 呃,对了,我将前往南方一段时间,我想用那里温暖的阳光融化我心里的痛苦。 克莱恩感叹回应,这是许多鲁恩人的新年习惯。 埃德萨克王子轻轻汗手,扭头望向老管家芬克尔, 你送莫里亚蒂侦探出去,并派一辆马车给他。 红墙威庄园距离最近的小镇得步行15至20分钟, 到了那里,才能雇佣到马车。 是,王子殿下。 老管家一丝不苟地行礼道, 克莱恩没有放松警惕,赶紧告辞。 他跟随老管家一路外行,来到庄园入口, 拿回了腋下枪带和随身武器。 不到一分钟后,他坐上了红墙威庄园的马车。 背靠相避,看着窗外的庄园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, 克莱恩放松下来,缓缓吐了口气, 让吊着的心回到原位。 他明白此时的自己已经离开舞台的中央。 接下来,就是告别贝克兰德,前往南方, 彻底羡慕,之后换一张脸潜伏回来, 他平静地思考起后续的计划。 就在这时,他灵感一动, 灵性一紧,看见车厢的大门快速打开, 又无声合拢。 他做出应对之前, 一道人影飞快勾勒了出来, 身穿沉重的黑裙, 手戴蓝宝石戒指。 蓝宝石戒指? 看到这一幕, 本带进宫或跳车的克莱恩瞳孔一缩, 又坐了回去, 不敢轻举妄动。 那可是身怀灵极风硬物, 或者本身就是这个层次半神的恐怖人物。 这,真是怕什么来什么, 008或者别的什么, 你制造的巧合呢? 克莱恩的精神和身体瞬间高度紧绷, 眼睁睁看着那道身影彻底显现。 那位女郎的年纪与她穿衣的风格截然不同, 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, 脸蛋略圆, 眼睛细长, 气质温文尔雅, 甜美暗藏, 是个极为出色的美女。 他, 克莱恩先是一愣, 旋即认出了对方, 脱口而出道。 特利斯, 这不就是从教唆者特利斯变成女巫特利斯的那个家伙吗? 被通缉的她怎么成为了王子的女人? 身为魔女教派成员的她是怎么混到埃德萨克王子身边的? 而且还带着灵级封印物或同层次的神奇物品。 仔细在瞧, 她发现特利斯与之前有了一定的改变, 但看不够出色的五官愈发柔美精致, 组合起来更是动人心灵。 听到她恶然的话语, 特利斯不经反省, 露出甜美的笑容道, 你认识我? 我就知道你认识我。 一位拥有非凡能力的侦探肯定特别留意各张通缉令。 他, 呃, 他很高兴的样子, 克莱恩谨慎中带着疑惑地问道, 你想做什么? 他清楚地记得对方不是什么善良之人, 特利斯通过教唆, 一手制造了墓序号惨案, 特利斯则在停根室让诸多无辜平民提前身亡。 特利斯抿嘴一笑道, 很简单, 你尽快去向职业者、代法者、机械之心举报我, 让他们来这里抓我, 自己报警抓自己, 这, 这人妖, 呃, 这女人疯了吧? 克莱恩听得有点茫然, 很快, 他品出了其中的意味, 特利斯命运被关在查尼斯门后, 也不愿意留于红墙威庄园, 他在努力地脱离这里, 简单来说就是, 他认为这比被职业者、代法者、 他们抓住更危险, 更绝望, 克莱恩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, 沉声反问道, 你在害怕什么? 特利斯待了一秒, 旋即睁大眼睛, 眸子迷离, 没有焦距地说道, 有人在操纵我的人生, 总是有巧合让我事后惊悚, 而且我也越来越不像自己了。 说到这里, 他嘴角上敲道, 你能想象吗? 喜欢那些娇羞可爱女仆的我, 总会在天亮时发现自己从一个赤裸男人的怀里醒来, 你能想象这种痛苦吗? 我能, 所以远离刺客, 远离女巫, 克莱恩忍不住想象了下那样的场景, 一时心生寒战。 特利斯用看似自嘲的笑容继续说道, 我以为努力提升, 变成欢愉, 就能摆脱那种古怪的状态, 于是请人帮我搜集了相应的非凡材料, 结果更加严重了。 有的时候, 我会忘记很多事情, 但它们又真真实实地发生了, 我忍着恶心, 引诱塔利姆, 想让他帮我逃出这里, 谁知道, 我不知什么时候用诅咒杀死了他, 你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吗? 呵呵, 它们还给我改了名字, 要让我完全抛弃过去的自己, 不, 绝不会。 它们以为我只能在很短时间内战胜巧合, 很快就会回归正轨, 哼, 这是我故意为它们制造的错觉, 所以, 我见到了你, 侦探先生。 欢愉, 魔女, 材料, 克莱恩豁然, 记起一件往事, 那就是在智慧之言老先生爱心格斯坦顿组织的非凡聚会里, 有人求购过欢愉魔女药剂的主材料, 有着这份配方的他当场察觉, 却未去管, 后续逐渐将此事遗忘, 原来那是特利斯的帮手, 那个时候, 他就在埃德萨克王子的身边了, 为什么我会莫名觉得他现在笑得很凄美, 欢愉有毒啊, 克莱恩吸了口气, 思绪一片杂乱, 整理想法的时候, 他随意问道, 他们把你的名字改成什么样子了? 特利斯皱起好看的眉头, 眼睛有些迷蒙地回答道, 特利斯齐克, 特利斯齐克, 齐克, 齐克, 克莱恩豁然抬头, 再次有了全身发麻的感觉, 整个人僵硬地就仿佛大理石制成的雕像, 此时此刻, 他的脑海内只有一则罗萨尔日记在疯狂回答, 6月5日得到了一本古老的典籍, 里面竟然提到了原初魔女的名字, 他叫齐克, PS, 周一求推荐票月票,